此时此刻呢 北京95号成品油的价格已经逼近了10元的大关 那么在这几轮油价上调之后呢 大部分的新能源车企纷纷上调了他们车型的价格 那作为消费者而言我们确实有些无奈 但是今天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那就是我身旁的这台制剂L7 你只需要花费40.88万元的价格 就可以成功的机身三秒俱乐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的去来体验一下 这台具有传统造车背景的新势力旗舰车 在做工品质方面是否值得起这个身价 当我看到这台制剂L7图片的时候呢 我只是认为它是一台中大型车 但至于有多大我没有一个实际的概念 那我现在站在车头部分 我才发现这台车的宽度达到了1960毫米 那这样的一个数据真的是比我的预判要大了好几圈啊 不过为了降低风阻系数呢 设计师使用大量的这种圆滑的线条和空气动力学套件 对整个车头进行一个勾勒 那头灯组的造型除了科技感和未来感之外 它在灯枪的内部还能够实现一个灯雨的编程 在当你编程好图案之后通过这组头灯就可以直接的映射到前方的路面上 来到车身侧面呢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这台车为了降低风阻系数所做出来这些突破 那么整个车身侧面的造型它的灵感其实是来源于水滴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C柱向后延展的是非常多的 形成了一个大溜背的造型 这些小技巧的使用呢 让这台整车的风阻系数可以降低到0.21 刚刚我说的它车头部分的宽度已经超出了我的预判 而来到车身侧面呢 我发现这台车的长度达到了5098毫米 而轴距呢达到了3100毫米 这样的车身尺寸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它几乎与长轴距版的宝马5系持平了 但是宝马5系怎么会 原厂就给你提供一个20英寸的轮毂呢 并且是前24545后27535的P0轮胎 车尾部分呢 相较于车头就没有那样的瞩目了 但如果你仔细的推敲 还是会发现它依然有一些亮点存在的 那就是它的这个贯穿式的尾灯了 虽然这种设计对于大多数车企而言 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但是这台智姐L7 它的贯穿式尾灯 还肩负起了一个后扰流板的作用 那无论是从视觉 还是从使用性的角度出发呢 它都身负重任 毕竟对于新能源车型而言 降低风阻系数才是头等大事 OK那外观部分大概就是这些了 我们接下来就将重点的体验下 它内饰部分的做工水平 我们将从仪表 方向盘 控制按键 车门试板和座椅五个部分 进行分别的打分 每部分20分 总分100分 坐进车内呢 其实如果你把我的眼睛蒙上 我也能够大概的知道 这是一台新能源车型 因为这种极简化的内饰风格呢 再加上这种屏幕的应用 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但是在这种大的潮流之下 能够把内饰的质感提升起来 对于车企而言 仍然是一门学问 那这台质截L7 它的仪表台部分呢 在上半部分采用了一个 软性材质的包裹 那其实对于新能源车型而言 如果你使用大面积的这种 真皮和缝线的处理 我觉得会略显油腻 你从左右两边的这个A柱上 可以看到 它使用了一个翻毛皮的包裹 真正的质感 只有你拿手去摸 才能够看到质截L7 带给你的诚意 而在这个39英寸 可升降屏幕的下方呢 它确实使用了一个皮质的覆盖 但是它将这个缝线的位置 放在了很不起眼的地方 白色加这种浅棕色 在视觉上 本身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高级感 实际的体验下来呢 确实质截L7也做出了很棒的质感 那在仪表台部分 我想我可以给到一个19分的成绩 在放上盘部分呢 它的造型虽然我个人不太喜欢 因为它采用了一个扁平化处理的 一个双幅式放上盘 但是它使用了一个白色加浅棕色 双色的皮质的拼接包裹 那无论是从皮质的这个细腻程度 还是内部的这个缝线的顺滑程度 它都处于一个上游的水平 但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它在放盘后方的这个换挡拨杆 和这个转向拨杆位置 可以使用一个金属材质的包裹 那整个放上盘部分的质感 就会更上一层楼 那在这部分 我想我可以达到一个17分的成绩 其实对于新能源车型而言 已经没有我们认知中的 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物理按键了 那在刚才的实际体验下来 它中央副手箱前端的 这个12.8英寸的触控屏幕 它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集成度 是非常高的 你所有操作都可以 在这块屏幕里边完成 而且实际的触控的反应 也是非常灵敏的 其次呢 就是这块39英寸的屏幕了 它在各个页面之间的切换 流畅程度也是值得称赞的 那整个按键部分 我想我可以给到一个17分的成绩 其次就是车门试板这部分 这部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满意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半部分使用了一个皮质的包裹 整个的手感是非常细腻的 而这个试板部分呢 它是采用了来自意大利科莫湖的 郁金香石木 这就比其他那些新能源车型上 使用那种水转印的试板 要高级太多太多了 其次就是它车窗按键这部分 它使用了一个金属触感的材质 并且是触控反馈 那么上半部分的皮质 石木和金属质感 它们完美的搭配在了一起 我想这种的协调程度 完全不亚于08年奥运会时候 我们金香玉的奖牌 那在这部分呢 请允许我给它一个满分20分 最后就是座椅部分了 那它采用了一个筒形座椅的设计 整个的侧向支撑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座椅填充方面 它的柔软度也比较适中 更重要的是 它采用了一个半本安材质的座椅包裹 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它的专属标签 那值得一说的是呢 它在整个靠背的两端呢 分别内嵌了两个扬声器 这就对座椅的装配工艺非常的考量了 在座椅部分 我最后 这台质解L7在各个部分的得分总和 已经达到了91分 也是我们评测标准之中超出7代的水平了 的确 这台车无论是从外形尺寸 还是从内饰的质感 都已经超乎了我们的预期 虽然这台车N1DC的续航领程 可以达到615公里 峰值扭矩可以达到725公里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因为它的内饰质感完全可以为它独当一面了 同为三秒俱乐部的Model 3 我想这个时候只能掩面哭泣了 而至于40.88万元的价格 你会不会去选择它 我想你绝对只得来店里去体验一下